当地时间19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柏林总统府 会见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 李强向施泰因麦尔 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届问候 李强表示 中国高度重视中德关系 我此次访得并同舒尔茨总理 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就是为了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挖掘双边合作新机遇 充实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中方重视德国作用 愿同德方一道坚持和平发展合作 为全球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 施泰因麦尔 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表示德国愿做中国可信任的合作伙伴 共同维护贸易自由化 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 德方反对脱钩 反对阵营对抗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 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努力 吴正龙参加会见